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星期六 那竞选期一共是14天两个星期 那至于提前投票日呢 就会在11月12号是星期二 选委会把选举日期定在11月中 坦白讲我是有点惊讶的 原以为会在11月或者是11月初 但是11月16的投票日似乎有点久了 不过这是选委会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而且是根据法律所赋予选委会的这个权利 决定提名跟投票日 只要符合联邦宪法的话 那么就是这场补选呢 就必须要在议席宣空之后的60天内举行的话 就可以了 那么原任的国会议员土团党的法律 是在9月21日 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而失事 而国会下议院议长 Mama Arifian是在两天之后通知选委会 议席宣空 因此60天的这一个补选呢 是从9月23日开始计算 那么1116投票 是在60天之内 所以他没有违法 就算反对党不满的话 也只能够质疑或者是批评 选委会而已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巫统和马华的领袖 就站出来质疑了 选委会是不是有偏帮这个执政党了 不然这么巧 为什么提命和投票日分别就会刚好落在哦 就是马华和巫统的年度代表大会呢 马华总会长魏家强就说 马华大会是在11月2号和3号 正好就碰上了1102的提命日 不过马华就愿意推迟这个大会 来准备这个补选 至于巫统大会呢 就会在11月13号至16号举行 刚好也是碰到投票日啊 巫统总秘书就是安努亚呢 就批评选委会不公正 选择在巫统大会期间进行投票 认为这是对希盟有利 其实啊 选委会是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来行 就算反对党你有不满的话呢 其实你也是很被动 也只能够无可奈何的去接受 这个提命跟投票日是落在你党的大会期间 除非你有证据证明说 选委会跟政府有私通 那么选委会受到政府的压力 只是他们必须把提命跟投票日 放在1102跟1116 否则的话呢 我觉得反对党无需在这个细节上 跟选委会或者跟希盟纠缠不清 应该把重点跟精神放在候选人 还有选举议题上 然后增加自己的胜算 那另外一方面呢 阿兹哈呢在今天也就表明说 年满18岁的青年呢 是可以参与这一场的补选的 因为修宪案是已经在国会上面通过 也在线报上面生效 所以18岁的国民们是可以登记参选 只是说呢 他们的参选资格是不是获得批准呢 这个最后的决定权呢 就依然是落在丹荣比埃的选举官的手上 那选委会呢就会和朝野政党沟通 然后再做出安排 只是说18岁的青年还能不能够在这一次的补选中投票 这个他就没有多做解释了 是不能的 还不能够在这场补选中投票 那么18岁可以参选 其实是一项新的突破 那么我很期待 也很盼望的 看看到底这场补选 有没有18岁的候选人 提呈他们参选表格 那么18岁其实应该还在念书的时候 如果有18岁的候选人 或者是19、20岁的话 都是一个大新闻 他将会夺走朝野候选人的新闻焦点 成为媒体的追访对象 因为他将会成为马来西亚 历史上62年来最年轻的一个候选人 那么我突然之间就有个鬼主意 或许想要分散选票的政党 可以在这个时候寻找18岁的青年 让他参选 然后给予金钱 还有其他人力上的资助 让他成为这一个媒体的焦点 同时跟其他候选人来抗衡 那么最终他这名18岁的候选人 肯定的应该是连按规金都保不住了 但他可以成为补选的另外一个主角 或许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在思考着这个方向 我不晓得 还是说这个只是知风想到吧 那国会下议院是在7月16号 朝野就一致通过了修宪案 赋予18到20岁的选民有选举权和参选权 以及就是落实全民自动登记 不过这一项的修正案 也已经在9月10号的线报已经是生效了 那在这之前 阿兹哈就宣称说 新的法事还没有去实施 因此丹荣彼哀的补选是不受到影响的 那只是说律师尼瞻和林伟杰就表示说 新法应该是在宪报的当天就已经生效 好了 那么这一场补选是509之后的第9场 那么我觉得说 其实大家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一场补选 第一当然就是候选人 朝野政党他们将会派出谁来上阵 此前已经有很多的讨论 特别是在反对党 到底是巫统还是马华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选战的议题 因为当中BI 它是半城乡的选区 地方议题比全国课题 更容易引起当地选民的共鸣 那些贪污、腐败、1MDB 应该不会激起太多的讨论 反而地方的基础建设 地方的发展 比如说道路、医院、码头之类 更受选民的关注 那么第三个点就是领袖的参与度了 就是朝野最高领袖 比如说土团党的柔佛 到底是不是一团和气呢 在短短的一年半 其实还没有到一年半了 就换了两位大臣 那么清马哈迪跟清木尤丁的派系呢 都存在着竞争的情况 而且新的柔佛土团党的主席 他不是柔佛周务大臣 他是前行政议员 那么在野党方面呢 就是巫医结盟之后 如何影响当地的42%的华裔选票 伊党现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不能够太过高调的 在华裔的这些选区当中亮相 不要忘记哦 伊党上次他虽然有参选 但是他们是失去按贵金的 所以这一场巫医结盟之后的市经时 其实可以看到底华社对他们的结盟 有什么样的反应了 是你的想法是什么 欢迎在下方留言 休息一下 下一转回来 我们带你关注我们很长的话题人物 就是教育部长马智琳